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5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 想說一說 中國大陸 叫做又來了 又來了 真是 多得他不少 又來搞長征5號B火箭 為甚麼叫又來了呢 因為中國大陸 已經不是第一次 發射這些 火箭之後 就是有非常非常之嚴重的太空垃圾 徹底 不受控制地 跌下來 為甚麼說不受控制呢 因為美國的那些 相同類型的東西 首先第一 不會有 那麼大件的垃圾 他們會把它 解體 第二 美國如果有相同的東西跌下來的時候 他們會計算得很清楚 一定 跌下來 無人地帶 但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完全不相同 基本上 他也不知道殘骸會跌到哪裏 所以 用失控來形容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要讓中國大陸那麼容易偷換概念 情況 跟你練習射槍其實是一模一樣 你把槍的那顆子彈 射向無人地帶 即是射向所謂安全的方向 這個 叫做受控制 你把槍 亂打 不知道射到哪裏 隨便射出去 然後射不到人 然後 大家說 沒事 也很安全 是完全兩個徹底不相同的概念 所以 只是用這個例子已經清楚說到 甚麼為止受控制 甚麼為止不受控制 當然 我也知道 顆子彈射出來之後 我當然是控制不了 但是我從發射的時候 已經控制了發射到安全方向 所以我們 全香港人都知道很清楚 你發現你真的跟共匪 討論和辯論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他每一件事 都會跟你偷換概念 好 我們這節詳細跟大家說說相關問題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繼續希望大家 就是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也同一時間 希望所有的聽眾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想借多一分鐘說一點 關於我們早前 大家也知道 我們有份參與 以及支持香港議會 的計劃 有很多 聽眾和支持者說 最近好像香港議會好像沒甚麼聲音 或者可能早前會聽了我們說 會不會覺得 有大問題呢 坦白說 我們認為 應該不是有大問題 而是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我們不想參與得太深 這件事 原理上我們一定是支持的 但是關於很多 很細節的東西 我們不想 太多 時間去介入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 從來都不是甚麼政治中立 我們從來 是非常清楚 將我們的主張 甚至乎是具體的做法 是清楚說出來 是清楚向這個方向進行 所以關於一些 太過 具體的 選舉的細節 坦白說我們是 沒有甚麼 興趣去理 我們 是想這件事成事 我也認為我們 兩位主持也有責任 跟我們的聽眾交代 到底現在 以我們所知 發生的情況 我們 不覺得這個大方向有很大問題 不過 的確確 現在 那個籌備 委員會 的確確是向一個 很多爭拗 很多細節的方向 是一個不明的方向前進中 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 不想 太過多介入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討論 議會的事項就是會非常之少 我們 想告訴大家 我們不會 放棄我們 原本的所有主張 請大家不要擔心 有些時候 政治問題 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 去醞釀 所以無論是 有多少細節 向甚麼方向 我始終都覺得 只要有時間 我們始終都會 可以期望向著我們想向的方向進發 好 借完時間 回來繼續說 長征系列 長征系列 再一次 告訴全世界 中共這個國家 絕對不能夠當成一個 普通國家 實際上 他 就是一個會威脅全世界 然後 相當無恥地 說你才是壞人的一個國家 他用相同方法 不只是對 反對派 黃絲 黃媒 又或者 立法會議員 流亡人士 例如我們 說我們 吃人血饅頭 之類 這些 你看回整個中共的行為 我們只不過 是萬千被他指責的人 其中一個 實際上中共那種無恥程度 真的是 超乎全世界的人的想像 說回長征火箭 在10月31日 又發射了這個叫做長征5號B型火箭 就是 根據 追蹤這個資料 預計殘骸在美國的時間 11月4日晚上 就是10點21分 將會 重返大氣測 到時 過程 就是16個小時 將會徹底不受控制地 重返地球 好了 相當恐怖 雖然地球真的很大 擊中人的機會真的很小 但是 足足是十層樓那麼大的殘骸 亂飛 而且 中國大陸搞航天科技 絕對 不是造福人類 中國大陸搞航天科技 只是一個野心而已 就是要實現他的所謂霸決 坦白說 如果真是被他成功 所謂挑戰霸決 這個世界將會陷入 徹底的黑暗裏面 所以不是開玩笑 就算 多辛苦也好 絕對不可能真的向他妥協 所以今天跟香港來的朋友聊完 坦白說也很有 幫助 正正因為有時 很多中共相當之不堪 這個謊話政權 香港有很多人不信 assets 中共來抹黑你 習近 sł säga 我覺得正正正因為這樣 更加 我們 就是要堅持 自己 所做的事 只要有足夠時間 我們一定 能夠證明 自己 在做正的事情 正確 繼續研究長征5號 專家預計 殘骸 墜落地球的過程裏面 就是 會剩下 20% 至40% 的火箭 助燃劑 殘骸的數量大到有10層樓那麼大 所以美國的專家就說 大佬 你發射還發射 你有甚麼理由令到那麼大件事 不受控制地 跌落地球 美國太空總署說 說得明白 我們這麼多年來 半個世紀都沒有試過做這樣的事 是的 所以 對中共真的不可以 那麼天真 他真的 做盡所有事情威脅全世界 而他 還是會膽敢大大聲出來 譴責你 責任存在美方 根據數字統計 給他打中的機會當然是很低 經過計算之後 就是 整個歐洲 還有整個俄羅斯 給他擊中的機會就是零 其他地方就不是零 基本上他就會 徹底飛過亞洲 以及南美洲 這兩個大洲 都是徹底安全 但是 對於剩下的 世界 來說 機會率是存在的 被他擊中 根據專家統計 他認為地球上 幾十億人 是完全 安然無恙 機會率是99.5% 但是竟然有 0.5% 的機會令人受傷 這個數字 是 非常之高的 對於 發射 航天 科技上太空 為甚麼要搞到有半個percent的機會傷到人 這個percent其實相當之高 算一下其實是相當之恐怖 半個percent 即是說你 200次 發射裏面 就肯定有一次會打中人 中國大陸 這些做法 真的可以用神憎鬼嚴來形容 以前 他就是用這些 所謂航天科技 征服太空 來麻木 就是內地人的神經 要跟所謂習近平 發同一個中國夢 但是今時今日 你再發射 更多的火箭 都不會使得 在水深火熱 在做核酸 被封控的人 繼續支持習近平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再搞這些假大空 的 工程 根本對於 維繫內地人 對 那個所謂 一個中國夢 的熱心 其實沒有 中國大陸剩下來的 除了對外發動侵略之外 我們看不到他任何東西 是可以 所謂 暫時統一到他們的意志 好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有Discount